《优优独播》 不过 再砍五六人这刀就得崩了 等你被插成肉串 我再来收拾残局 照样能收了你的马车 反正我不亏 要不要硬撑 就看你怎么选啊 我再跑三圈 你好好琢磨 大哥 他们在干什么 刀马有刀马的道理 别选强了 先答应再说呀 还剩两圈 有什么时候了 还剩一击 你快答应了 你把我放了 最后一圈 不到了不到了 请慢慢我答应了 原来这是小妹妹做主嘛 你不说话 就当是硬成了 好 那就算是成交了 不过 我还得加个条件 我们是生意人 要到关内进货 你们二位是去哪儿呢 承恩 那巧了 咱们正好顺道 来 认识认识 我叫刀马 信会 我叫阿玉啊 你们不要紧吧 我叫小七 记住也好 记不住也好 我的名堂很重要 知识狼要坐马车 知识狼要坐马车 小女子是燕子娘 江南人士 多亏各位出手相救 尤其是这位 大哥 这位大哥不止身手了得 还这么体贴呢 举手之劳罢了 我说 好好一姑娘 不能像条狗一样被拴着吧 朋友 把姑娘解开吧 这便是我的附加条件 谢了 你一个江南人 怎么跑到大漠里来了 说来话长 奴家命薄 打小被卖给了一个糟老头子 饱受虐待 想拿杨司空府上的洪府姐姐 动得勇敢地跟李耀师私奔 我就想给自己争一争 那这位 他 这位小郎君正是给那个糟老头子卖命 来着奴家回去受死 一来就把我给绑了 一路上半句话都不说 我是问他姓名 奴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只可惜这么好的身手 却要给那个老头子当狗 是我 幸会了 那么诸位 先上车吧 阿妮 拜托你了 我干嘛要听你指挥 阿妮 请你驾驶马车吧 好的 小姐 小子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赶紧离开 乐四爷在那条船上 乐四爷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 你是什么东西 找死啊 我只问一遍 乐四爷 他在 这位壮士 壮士 这边 壮士 乐四爷有请 年轻人 想在长安立足 知道规矩吗 知道 先敬你一杯酒 不过 话我先说在前头 长安是天子脚下 市井里办事 规矩也比外地多 外来客想在长安落脚 主要看底子 光有手艺 还远远不够 请自教 若家谱跟官家挨得上 就能到东市挂牌 做官府的生意 要是哪边都挨不着 就得靠自己积德 到这虚事来开张 你是单名一个术 对吧 有名无姓 便是没有家谱 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今晚就离开吧 长安容不下你这种没家谱的刀手 凭你的手艺去南方也不愁发财 我就是从南方来的 这年头 各门阀豪族都在暗中招兵买马 想要在北方发财 龙溪 幽州 青州 都有大把的机会 我不想替大官显贵埋名 我只想在长安落脚楼盛 因为这是我的故乡 想在老家继续做以前的买卖 只要乐死也可为我大乔 开张后没笔账都分你七成 你既不要财也不要名 对长安这么执着 不只是因为念家吧 年轻人执着是好事啊 罢了 按规矩想接我的酒 得先送礼金 但礼金今天我不收了 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 两年前 杨司空府上有个家计叫洪福 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到最后都没找回来 那人物出了丑 街坊们一直乐到现在 我也跟着笑话 但最近我笑不出来了 我家里有个小丫头 有样学样 也跟我的小喽喽跑了 让我也跟着被笑话 我要你办的事很简单 把他俩活着带回来 要在大兴城坊间立足 得讲德行 这就是你要积的第一个德 德行积够了 你的身份便不成问题 当心点 那丫头很机灵 没出了差错 让大家都没面子 你看够了没有 小妹妹不要紧张 我只是觉得 这位大哥有点眼熟 你什么意思 我好像在关内 看过一张悬赏令 好巧不巧 那画上的人 长得跟大哥 还有大哥怀里的孩子 又没一样 说那人杀了个官 被悬赏五万金 引得江湖上 大把人出关追查呢 大哥 可不能大意啊 现在的人 为了钱什么卑鄙事 都能干得出来的 要不 你还是把他拴起来吧 不用了 就这样 别让我卷入你们的麻烦就好 很好 追上他们了 今晚可能会取大风沙 我们动作得快点 要赶在他们前面进入驿站拦截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裴侍举 要我们五大家族去介入他们之间的争斗 管他想什么 这只是一场交易 我不相信外来人 他们跟突厥人一样 嘴上是蜜 秀里是刀 哼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捅向我们后辈 我不相信外来人 但同样 我也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家族 不过 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 安玉亚要怎么处理 她要是碍事 也一并除掉 下不了手的话 我帮你 不用 谁也不能成为我的阻碍 我们几个家族能否进入中原 就在此一举了